大家好 今天节目开始前呢 我先回答朋友们的几个提问 假如你对这个数字货币感兴趣呢 那你就看 假如不感兴趣呢 你就快进两分钟越过去 第一个呢 就是有好几个观众朋友问我啊 说你太太炒币一共投入了多少钱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是我的家世啊 不存在着保密的问题 他最初入市的时候 可能投了有三千多块钱吧 最后他逐渐增加 现在大概在两万七八 我指的是美金啊 当然这里头呢 有一部分是购买的比特币 因为当时入市的时候 价格已经在四万以上了 所以现在比特币这一块呢 还所有亏损 但是比特币你可以作为 筹码在那炒币嘛 另外他还有一部分 是用美金直接炒币的 就是这两部分加起来呢 不到三万块钱 这就是他大概炒币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觉得那点亏损呢 他现在逐渐这样赚 也很快就能弥补上 假如说比特币在涨到四万以上 那他整个就算赚的比较多了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有人问呢 这个教材到哪去找啊 实际你上YouTube搜 就很多 有英文的 有中文的 那你要说的准确的去搜呢 就是你搜那个inty频道 就是inty 你搜那个频道 他里头就有讲座 然后今天呢 我把他讲座的链接呢 也放到底下 大家也能点进去看 然后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有人说呢 找不到我这个链接放到什么地方 那么这个呢 我今天在这个视频里头 给你讲一下 就是在这个视频底下的 那个留言框里头 那么我以后呢 如果再谈这方面的事情呢 我也把它放到顶纸栏里头 就是你点开那个留言框 就能看到 另外呢 我为了方便大家呢 我也把那几个链接呢 放到我频道的社区里头了 你到那也能看见 最后我提醒大家呢 入市虚谨慎 这个还是要量力而行 因为他这个市场变化 确实也比较大 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点承受力 你还是慎重 但是这个事情 我的观点是 你可以进去了解一下 还有观众提问呢 他在中国 怎么去开车这个账号 那么这个 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 你可以上网去搜 有很多这方面的帖子 你可能在那个地方 能找件答案 有关这一块 我就不发表评论了 因为他毕竟是在美国之外的事情 那么后面呢 就进入我们节目的正题 昨天啊 6月5号 在中国这边呢 又发生了一起 恶性的报复社会的事件 这种情况啊 在今年已经发生了多次了 我就说呀 这个社会啊 充满了戾气 如果说中共政府 不对这个社会 做一个疏导的话 把这个社会的结构 不做一个调整的话 那么这种事情 会越来越多的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官方的通报啊 据安庆 云江公安在线发布的通报称呢 6月5日16点27分 安庆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 接报 一男子在我市 云江区人民路商场 步行街持刀伤人 公安机关迅速出警出置 现场制服抓获犯罪嫌疑人 并将受伤群众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案件造成5人死亡 15人受伤 伤者救治案件侦办 正在进行中 这是官方的报道 那么网上实际有这个视频啊 大家一搜安庆不寻街 就能搜到这个视频 那么从视频里头看呢 这个嫌疑人呢 还是从容不迫的 他头上呢扎了一个布袋 就像那个日本武士一样 但是上面写字没有 从这个视频上看不清楚 那么从警察把他制服的 这个情况来看呢 他也没有太多的恐惧 然后就被警察带走了 从这一切来看呢 他这次行动呢 是有预谋有机化的 不是急情犯罪 而是有很长时间的预谋 就是在这一天呢 他采取了这个行动 这次行动呢 也确实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直接就是死亡了5人 15人受伤 为什么这个小伙子 会产生报复社会的想法呢 对不对 从现在网友扒出的情况来看啊 这个小伙子也就是24岁 也是很年轻的 网上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这名嫌疑人呢 叫做吴亮 8年前就在网上扬言要报复社会 那个时候他才16岁 所以每起这种案件的背后呢 他都是有故事的 他都是有引擎的 那么一个16岁的少年 他那个时候 怎么会有报复社会的想法呢 网友呢 又把他在网上的这个留言呢 也给扒出来了 他给自己起的网名是 随心足流5 他这有个帖子 是这样说的啊 今天下午看见父亲的背影 似乎很可怜 不过转念一想 就算是为了我的同类 或者说为了自己 我也绝对不能有怜悯 最后联想到 安庆是六院 安庆的政府 安庆的人 中国人 既然世人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那我偏要把世人 绑在一根绳上 大家一损俱损 爷宁愿被判死刑 也不愿老死 放心 爷21岁之前 是不会动手的 就算动手 估计也没啥实质性的伤害 哈哈哈哈 记住我的名字 无量 别让以后成为你们的噩梦 哈哈 何须和世人解释那么多 来吧 看以后谁的拳头印 这个帖子应该就是他 16岁的时候留的帖子 那么从他讲的这个话里头 他这个时候 是对这个社会是仇恨的 他的意思 就是这个社会 是非常冷漠的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那么我偏要用我的办法 把这个世人 跟我捆绑在一起 他就是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那么隔了八年以后 他就实施了这次 报复社会的行为 所以这个后面呀 有深层次的原因 每次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呢 这个政府的通告啊 都是说对社会不满 或者是有精神病 或者是什么失恋 或者是怎么回事 就是讲了很多 这个客观的原因 但是作为统治阶级 他没有去想 他自己管理的这个社会 到底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这种事情 层出不穷呢 可能每个案件呢 都有每个案件的起因 那么这个 我们不太好去评诉 但是这个社会 肯定是有问题的 它为什么充满了 这种戾气呢 那么我们经常说 这个社会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社会 到底是指的啥 我们最初学的 这个社会的定义呢 是那种 共产党解释的 那么我今天就上网 去查了一下 你在百度里头 查的那些呢 它还是中共 给的那种定义 最后呢 我选择了一个 维基百科的这个解释 我觉得它对社会的定义呢 还是比较准确的 那么我们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社会一词呢 维基百科里头 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呀 社会一词 并没有它正式明确的定义 一般是指 由自我繁殖的个体 构建而成的群体 占据一定的空间 具有其独特的文化 和风俗习惯 由于社会通常被认为 是人类组成的 所以社会和人类社会 一般具有相同的含义 狭义的社会呢 也叫社群 可以指指群体人类活动 和聚集的范围 例如乡村 镇 城市 聚居点等等 广义的社会 则可以指一个国家 一个大范围地区 或一个文化圈 这就是里面 有关社会的定义啊 当然这个词呢 在科学界呢 也可以引申为 比方说这个蚂蚁社会 外星社会等等这些词啊 他都是这种广义的用法 那么从狭义方面来看 社会就是指的 这一圈人的一种生态 那么这个无量仇视社会 他认为这个社会是冷漠的 是事不关系 高高挂起的 可能是他的家庭 或者他的父亲 遭到了某种的不公 这个社会呢 毫无怜悯之情 所以他产生了 对这个社会的仇恨 那么按照维基百科的 这个定义 他就是对这个群体 产生了一种仇恨 他不管是谁 就是他对周围这个生态圈 他产生了一种仇恨 从而他就要报复这个社会 他也说得很清楚 要把他跟那个世人啊 捆绑在一起 所以这个现象啊 是一个社会现象 它不像是单纯的仇杀 那么我们就能讲清楚 这个案件是由于张三跟李四 有什么矛盾 进而产生了这种仇杀 对不对 但是对这种社会现象啊 我们不能一言而必知 就是他这个产生的因素啊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所以我呼吁啊 这个中共 你既然作为统治阶级 你为了黎明百姓的 这个生命安全 你也应该想出相应的办法 来给这个社会减压 来化解人们之间的矛盾 而不是用这种高压的管控 想把这个人们的怨气压住 这个是办不到的 就跟那个高压锅一样 他的气压到一定的时候 你必须拿那个谢力帆放弃 你不放弃 他就会爆炸 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的 那么我看到这个呢 我就想起这个贾张科导演啊 拍的那个天珠定那个电影啊 如果大家没看过呢 可以上网去搜一下 看一下 那个电影也拍的非常不错 那么有影评人士啊 在看了贾张科拍的这个天珠定之后呢 有这样的一个评论 我拿出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呢 善良并不代表软弱 憨厚并不代表没脾气 诚实并不代表好拿捏 简单并不代表好糊弄 老实并不代表好欺负 对于天珠定这个电影 贾张科导演他自己也说了 底层的苦从降身的一刻就已经降临 深爱平等只能是一种愿望 平等的生活 硬是一个好的社会保障的基本 但遗憾的是 我们的社会却在进一步放大这种不平等 直到那割裂的鸿沟血流成河 贾张科导演这些话还是挺有深度的 那么既然这种事情啊 在中国层俗不穷 你看今天就发生了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呢 一个是政府这边呢 就是要加紧防范 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比方说你在这个步行街门口呢 就是设置一些隔离桩 首先要杜绝这种汽车开进去撞人 然后在这个节假日 人流大的时候呢 要多增派保安力量 还有前一段针对这个中小学生这个也是 要在中小学这个门口呢 加强这个保卫力量 这是防范那个范畴 另外就是对于我们个人呢 没有什么事情不要到街上去闲逛 这是一个 另外呢就是你就是你逛街呢 你要有一种防卫意识 逛街的时候你要前后左右看一看 你也要观察好你的逃生路线 这个也是一种防范 那么我再说一下美国这边的情况啊 正对近期啊这个美国发生的枪劫案呢 德州这边黑出的一个法令 人们可以公开引力持枪 德州以前的就是长枪你随便背着就能上街 短枪你要公开持枪 就是你这个枪呀要别到外面呢 让人们在三个方向能看到 那么现在呢就是可以引力持枪 就是你这个枪呀可以别到这个衣服里面 那就是在别人看不见的情况下 你可以带枪 他的办法就是既然要有暴力发生 那么我们民间的老百姓呢 加强这个武装力量 这是德州的 那么加州呢今天也有好消息传来 联邦法院的法官呢 裁定加州1989年实行的这个 禁止攻击性武器的这个禁令啊 是违背宪法第二修正案的 要他撤销 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判例了 就看加州这边怎么去上诉去打这个官司吧 那么我觉得呢 这是美国对这个社会安全的一种不同的理解吧 但是这种全民放开持枪的办法 中共是万万不敢接受的 那么有关这个事件呢 我们就聊到这 最后呢 我还是希望仁慈的天赋呢 将这些遇害者的灵魂呢 收到天国里去 并赐予这些受害者 以及他们的家属平安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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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